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这样的状况 当时新北市一位16岁的男同学 他搭公车搭到一半突然昏倒了 吓坏车上所有人 还有人放声尖叫 司机见状也立刻停车上前关心 幸好男同学很快恢复意识 但因为晕车忍不住冲下车去呕吐 担心他发生危险 司机也立刻跟下车 协助帮忙照顾他 甚至陪他等到救护车来才离开 公车到站这门才刚关上 就传出阵阵惊呼声 原来是有民众突然失去意识 身体不受控制向后倒 时间倒回几秒钟前 只见男同学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当时还因为晕车 没办法正常行走 事发太突然 吓坏车上乘客大喊要司机停车 好在晕倒的男同学三秒后 就恢复意识其身 但因为还在晕车 实在忍不住 就冲出车外对着水沟盖呕吐 就怕他会发生危险 司机也赶紧跟下车 帮他拍拍背 协助照顾他 还陪他等到救护车来 说去找司机说我要下车休息这样子 然后走路走到一半 我就混倒了 其实比较想说就是 谢谢他们这样子关心我 都非常的清楚这个状况 所以大家都没有怨言 晕倒的男同学从盲人重建院站搭车 想大到新北大到中心路口站 当时公车已经过了24站 只要再过三站就会到达目的地 不料却发生意外 好在有暖心司机陪伴及帮助 男同学送医后已经没有大碍 现在想透过镜头 想司机大哥说声感谢 就有李采设周冬林医院报道